2個 蒸蛋 蒸蛋 花芝麻 橘子 葱 抱歉 沖بر 把它拔动 鸡蛋 放开 一碗 稍微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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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鲑骨 牛肉 鲑骨 蒸肉 鲑骨 蒸蛋 鲑骨 骨 放入冰箱 和冰箱 土在中间 和冰箱 為冰箱 冰箱 把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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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將這個一起煮好 即朝外面 做得好 然後割一動 衝動 中間 Spin 放到五分 正食 在他們拉下 慢慢吃 鸡蛋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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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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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芝麻 油 EDG 油 油 煮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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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起火 翻炒 米外,沴巴 生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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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 生姜 黄油 黄皮 切腰 黄油 鸡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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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一周做的所有的菜 因为下一周主要是在户外活动 所以做了一些比较方便能够带出去的食物 这两个是紫菜包饭里面有牛肉还有芦笋 这一个和这一个是鸡排是可以用来夹在面包片里面作为三明治来吃的 这个是蟹肉也是可以用来做三明治的 另外这个呢是牛肉炒芦笋 这个是照烧风味的牛肉炒洋葱 本来是用它来做这个饭团的 但是还剩下了挺多 最后这个是土豆炒茄子 以上就是今天所做的所有的菜了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吧 拜拜